娱乐乐翻天 被只喜欢被旗下艺人讨好 杨幂不乐意了 自带学霸光环 易烊千玺演戏不忘 努力学习 然后我演了这部戏之后 就是上一部课 然后交道迷桑 所以我会是会专注其中 明星反差出演示挑战 李达康戏外秒变 宠妻狂魔 去逛街买东西 我是哥小 对好 我是金泽源 接下来时间赶快关注我们 娱乐乐翻天的官方微博和微信 会有很多的奖品送给大家 是的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 就是记忆大师的电影周边产品 以及电影票 这部片子的主演我觉得非常棒 比如说我们喜欢段奕红 黄博还有杨紫山 徐静雷 充满了大腕 各位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 最近很多电影准备要上映了 不过上映之前这个宣传非常重要 比如接下来这部电影的主演 刘德华突然间现身 让很多人很是意外的 看一下 今年1月初 55岁的刘德华 在泰国拍摄广告期间意外追马 导致身体多处骨折 说鉴于伤势比较严重 经纪公司随后宣布 今年华仔的工作全面停工取消 而这也是必影响到 他早前已经安排好的 电影宣传计划 这部在昨天电影 拆弹专家的首映活动上 为了弥补自己缺席宣传的遗憾 华仔特地录了一段视频 跟大家问好 同时还透露自己的康复进程 在身体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在那个思想上非常坚强 每天我都会运动 每天做十次 在地大概每次十分钟 现在还是又有那个 辅助我走路的那个架 然后架子也可以每天十次 然后每次十分钟 既然男一号不能来到现场 作为影片女一号的宋家 自然要接过这次宣传重任了 第二次与华仔合作 宋家透露自己也是迷媚一个 对刘德华真是崇拜到不行 我觉得她是一个真的非常热爱工作 热爱片场的人 对 我在现场真的看到她就是跑来跑去 什么事她都管一条 对 什么道具啦 然后什么这些炸的东西什么的 我觉得她真的非常热爱她做的工作 小兵点名花仔快快好起来吧 昨天马思纯亮相厦门出席某品牌代言活动 刚刚结束电视剧将军在上拍摄的小马哥 不知道和声音轮合作感觉如何呢 声音轮特别好 然后是一个给我很多惊喜的一个男演员 无论从她的演技和她的人 都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加分的一个男生 我觉得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些视频 视频就知道 就可以看到我们很多幕后的花絮 里面有很多我在打她的镜头 里面有很多我在打她的镜头 心疼我一轮小哥三秒钟啊 电视剧刚刚杀青 已经有最佳女主角加深的小马哥 接下来的工作拍摄 想要再创巅峰就得有所突破了 不知道小马哥 有没有自己特别想要挑战的角色呢 我觉得每次的角色都挺不一样的 然后你说的变态杀手 我也希望有机会可以挑战 然后今年也有 应该会有新的电影给大家看到 然后那个角色 其实就会让大家看到一个 又不太一样的我 但是可能现在还不太方便 还没有官方公布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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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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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编点评 点指高就是这么自信 昨天刘美琳的新专辑《青春狂想曲》发布会计生日会在北京举行 曾经因为楼道王妃的称号 而被人熟知的刘美琳现如今成为了实力歌手张瑞颖的小师妹 看来这唱功也不容小觑啊 刘美琳如今是中国传媒大学博音主持系的一位学生 如果你还觉得她有那么点陌生 那么一起来看看这部《海洋奇缘》 她为片中的莫阿娜配音还演唱了主题曲 是不是觉得这位小女生有点不可小觑啊 活动现场作为师姐的张亮莹也现身为刘美琳站台就身 更大赞 师妹进步很大 因为最早跟她一起演出的时候 还是能感觉到她在舞台上面不够稳定 那过去的几年的时间也是通过一些电视节目的锻炼 然后一些她自己私下的练习 我觉得今天在这个现场我在下面听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想为她鼓掌 真的进步很大 小编点评看来音乐界的新星要诞生咯 昨天林志盈亮相上海和大家分享起自己的旅游体验 今天已经出道二十五年的林志盈 如今依旧动灵有数 帅气十足哦 听着十七岁的雨季长大的我们 看着自己的偶像一路成家立业还成了父亲 也不失为是青春岁月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 应该说大家看着我长大 那我也伴随着大家一起成长 我相信很多的粉丝们也跟我一样 也成家立业也拥有可爱的小宝贝了 那我觉得很开心哦 也很温馨 做个豪大道可不是一件荣誉事 尤其在娱乐圈 不少男明星的家庭都是丧偶式育儿 爸爸完全缺席孩子的成长过程 这次林志盈很反对 他坚持多陪孩子 立即成为一名好爸爸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多陪陪他们 多花点时间 不只是说你只是待家里而已 你要多陪他们玩 多关心他们 多问候他们 然后把爱说出来不要放在心里 小编点评为小智爸爸点赞 说到明星同款 大家想到的一定是价格高昂的产品 但下面小编要说的这样东西 大家却能轻松拥有 那就是辣条 昨天景田现身上海出席某活动 在活动上景田同学就自保自己的减压方式 就是吃辣条 一听有吃的活动我就来参加了 虽然挺冷的 但是那个刚刚在后台 我跟我们团队已经吃了好多冰淇淋了 平时有压力的时候 我觉得吃辣条是可以特别减压的 辣条还有如此功效 这样明星同款真真是值得拥有啊 在拍戏的时候每次特别累 可能一天要拍十三四个小时 到晚上很困的时候 我就会问我助理要辣条 他把你包里的辣条拿来给我吃 他们总是骗我 他们说没有了 然后自己就去翻 因为我觉得吃完辣条再喝一点可乐 然后吃一个梦能 就是特别的刺激 一直走高端路线的景田 居然最近变得如此接地气 难道是要开始走 齐鸣路线的节奏吗 是越来越没有路上保护的吗 我一直都在地上走 的饭天综合报道 明星反差出演示挑战 李达康戏外秒变宠奇狂魔 去逛街买东西 我觉得最低的男人都在做 大家好我是郭翔 各位好我是金泽源 郭老角说实话 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宅男 你看在家里面追完了 这个人民的名义之后 哎干嘛还要笑呢 最近我在看则天记 你知道吗 我发现哎 其实每一部剧 还有它独特的美丽 哎提到这个则天记 我跟你讲 我这两天特意去翻了一下 因为之前呢 对于他的评价都说什么 拖沓 陆寒的演技怎么样怎么样 我看完这我要平反一下 我首先要肯定的一点 就是陆寒你真的太漂亮 就连女主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都遮不住你的光吗 那除了漂亮之外呢 我觉得大家可能忽略到 他其他东西 其实陆寒的演技 你去和其他他旁边的 这些演员比较的话 我觉得他蛮幸运的 其实演的挺到位的 大家给他一点空间 你们不要再去否定他 是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陆寒 平时给我们印象太深 跟这种既定形象 就是傻袍子嘛 对不对 所以一到这种饰演的时候 就会觉得 哎反差蛮大的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这种反差 对于一个演员 尤其是陆寒这样的年轻演员来说 真的是不小的挑战 最近由陆寒那扎主演的 玄幻大剧 泽天记引来不少争议 尤其是陆寒饰演的 陈长生一角 被网友轮番吐槽 尤其被公主抱 又是洗澡牛奶机 还来了一个回眸一笑百媚声 气发群众纷纷表示 陆寒这个角色偏向女性化 陆寒本人也对此 做出了相关回应 我也是没办法 其实看过原著的朋友都知道 陈长生在小说中的角色设定 就是儒雅的温柔小声 话说陆寒的外形上 看起来还是蛮妥贴的 不过在陆寒看来 陈长生这个角色 与他本人相比之下 出入口图有真相啊 瞧他这上一秒 还在老老实实的拍戏 下一秒就开始沉浸在 自己好动的小世界里了 这上一秒还处在 剧中沉闷无趣的角色中 下一秒就开始放飞 自我展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傻袍子也是没谁了 而同样挑战反差出演的 咱达康书记也数一绝呢 达康书记和欧阳金 系里系外都是夫妻 只是在剧中咱达康书记 对身为银行副行长的 老婆欧阳金 那可是丝毫便利都不带给的呀 心中只有自己的乌纱帽 和老婆分居八年 最终走上离婚的路 在我跟欧阳金分居八年期间 我从来没有让他或者授意他 做任何违法乱记的事情 我真的是怕违反党籍国法 这李达康为了他那点乌纱帽 他真是留亲不认了 虽说剧中的李达康对老婆是铁面无私 但在剧外 咱达康书记可是温婉如意 妥妥的一枚冲气狂魔呢 浪漫的事情做了一箩筐 这比如说陪逛街 小达一提起老婆的那股得瑟劲 小编这把狗粮吃的是不要不要的呀 这除了陪逛街 咱达康书记还说了 就爱有事没事的给老婆送点花啥的 开完戏我有时候给他买点花啊 因为云南那时候我印象特别深 云南的这个乌红我非常好 我什么东西都没买 开完戏之后 我买了一大箱子的乌红我 我带回来 放到里面 带回北京啊 带回北京 紫颜色的非常漂亮 我把它拿回来 我说我什么东西都没给你买 我送你礼物 就是一破纸箱子 破纸箱子是什么玩意 一箱子的乌红我 非常好 我觉得 就他的一种感 我喜欢看 就是 惊喜过后的他的一种感觉 纵观这四海八荒 怕是尤其只有一个这样的打康书记了 面对这样的抢手或一众吃瓜群众 可都是争先恐后的 要嫁给咱打康书记呢 看来咱打康书记已经妥妥的 晋升为国民老公了嘛 而在本周刚播出的《求婚大作战》中 小绵羊张艺兴凭借着小赖一绝也是全粉无数 只是此次饰演的角色跟张艺兴本身的性格也是相差甚远 她自己也对于这个太过磨叽的小赖很是嫌弃呢 爱她就要大声说出来嘛 纵观这三部最近的热播剧中 各位主演尽管本身和角色有着非常大的出入 但还是将角色演绎的活灵活现带给大家惊喜 对此小编只想说 就服你们这些挑战反差出演的演员 乐凡天总和报道 欢迎来到玻璃海的点心面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只要答对问题呢 就有机会拿到我们奖品了 来看看昨天问题的正确答案呢 就是余文乐 恭喜一下的朋友说 获得好吃好给力 玻璃海的点心面提供的大礼包份之外呢 另外还有我们手上 娱乐凡天为大家定制的充电宝 是送给大家的 好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娱乐显微镜的问题 那就是请问拿着这个围巾的人是谁呢 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 就登陆我们乐凡天的官方微博和微信 把正确答案告诉我们 就有机会获得好吃好给力 玻璃海的点心面提供大礼包一份 以及东南卫视娱乐乐凡天 为你定制的充电宝一枚咯 是的希望大家赶回来索取了 今天节目就是